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照记指的是图文对照 这是张爱玲非常重要的自传性的作品 她拿出了她自己找到的收藏的许多的老照片 然后为这些老照片写了解读 用这种方式图文对照 对于自己的家事跟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描述 不过尤其重要的是在对照记里面写到了她的家事 对照记刚开始的时候 张爱玲一共选了54张照片 带我们看一下 这54张照片却有48张 是在1952年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之前的照片 第49张跟第50张 是她在香港所留下来的照片 她离开香港的时候是1955年 那一年她35岁 等到她写对照记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超过70岁了 所以换句话说从她35岁离开香港去到了美国 一直到她写对照记 这一段时间当中超过30年的时间 她没选几张照片 这些照片主要都是在讲 她在大陆的时候 她的家以及她自己的一些生活 她写了很多她的先人 其中包括写了她的祖父张佩伦 她写她的祖父张佩伦的时候 她的写法是 她说 我的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 我注读放月假回家 见面她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 有一次 弟弟仿佛抢到了一则独家新闻似的 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 爷爷的名字叫张佩伦 她就问弟弟说 是哪个佩 哪个轮 佩伦的佩 金轮的轮 角丝边 然后呢 张爱玲就说 我很诧异 这名字有点女性化 我有两个同学名字 就跟着差不多 所以她到了长大了以后 她才知道 祖父叫什么名字 然后她解释说 不知道别处的风俗怎样 我们祭祖的时候 没有神祖牌 共桌上呢 只摆了一排盖碗 也许有八九个是多 想必总有真祖父母 当时不知道 祖父还有两个前妻 和一个早死的长子 只模似的以为 还在追溯到高祖或更早 偶尔听见管祭祀的老婆 嘟囔一声 某老姨太的生日 靠边加上一只盖碗 也不便问 这个呢 老婆呢 显然有点慧言似的 当着小孩 不应当提姨太太的话 即使是成年八代的 因此呢 每逢这叫做百贡 这个老婆呢 就先一天 取出香炉腊台周围 跟老太太 老太爷的遗像 挂在墙上 祖母是照片 祖父呢 是比较大的油画像 我们从小看惯了 但只晓得 是爷爷奶奶 从来没想到 爷爷也有名字 再下来 还有更传奇的事情要发生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 我弟弟给我看 新出的历史小说 聂海花 这是珍普写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 晚清四大小说之一 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说作品 然后弟弟给他看聂海花 不以为奇地 撂下一句 爷爷在里头 哇 厚厚的一大本小说 我急忙翻看 渐渐看出了一点苗头来 专检姓名 阴同次不同的 找来找去 有两个姓庄 因为姓张 主要专门想找姓庄的 一个是嫖妓丢关了之后 小红低唱 我吹枭 在湖上逍遥的那一个 可能不是 看来是另一个 另一个叫做庄伦桥 也是文学侍从之臣 不过兼有阎官的职权 参奏大员 参一个倒一个 一时满册青木 当时这的确 在《涅海话》里面 的的确确 这就是影射张佩伦的 这个角色 张佩伦当严官的时候 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时候当朝 最具有权力的人是谁 是李鸿章 所以他跟李鸿章 也因为这样 一定是有交手 一定是有过节的 李鸿章忘了书中 影射他的人物的名字 也被他掺过 婴儿呢 递去黄马挂 拔去三眼花铃 可是就是因为 得罪了这么多人 到了1884年 光是十年 中法战争爆发 这个时候张佩伦主战 当然这是给人家 这个机会 气恨他的人呢 就主张 既然张佩伦主战 就派他去啊 所以呢 就在台湾 在福建沿海 让他去都市 结果大败 大败呢 败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一个呢 当时马尾船厂 被整个法国的军舰 给完全炸毁了 然后更惨的是 更狼狈的是 张佩伦呢 是在大雨当中 头上顶着一只 铜脸棚逃走了 所以这次惨得不得了 尤其呢 经过了这样的惨败 他当然就等于 自己落到了 跟他有仇的 这些人的手里 包括李鸿章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李鸿章爱财 不念旧恶 在张佩伦 革职冲军之后 屡次接济他 而且呢 终于把他弄了回来 可以跟大家稍微 做说明 那就是张佩伦 被发配到新疆 去流放了三年 后来是靠泽 李鸿章的运作 才让他回到北京 一度呢 派到天津去做官 他也曾经留在 李鸿章的衙门里 做祭事 有一天 他在签鸭房里 惊恐一瞥 看见东家 就是李鸿章 如花似玉的女儿 此后又有机会 看到这个女儿 所做的一首七律 一看题目 叫做基隆 就先瞩目惊心 基隆讲的是什么 基隆讲的当然就是 中法战争 基隆难忘 泪珊珊 问道圆荣 匹马环 一战 和荣 清大忌 四方从此 诗边观 李鸿章就笑着说 哎呀 小女涂鸦 一类的话 来安慰张佩伦 可是 同时 却招人暗示 叫张佩伦来求亲 尽管自己的太太 大吵大闹 不肯把女儿 嫁给一个 比女儿大了 二十来岁 而且呢 还是被发配到 新疆的囚犯 可是 后来 的的确确 张佩伦呢 从新疆回来了之后 她的大老婆去世 她就娶了 李鸿章的女儿 作为她的继世 那就在这里 这是张爱玲 非常重要的 绅世的来历 她的主妇 是张佩伦 她的主母呢 是李鸿章的女儿 这是她写 在对照记里 写张佩伦 那另外 她也写了 她的母亲 跟她的姑姑 更有意思的是 她的母亲 跟她的姑姑呢 在文章里面 几乎 总是 一起出现的 她告诉我们说 她的妈妈 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 明初妇女 大多是半大脚 为什么叫半大脚呢 先裹过了小脚 又放了的 我母亲 比我姑姑 大不了几岁 家中同样守旧 可是呢 姑姑 已经是天足了 意思是 刚刚好 就在这个交界 时间点 她妈妈因为这样 所以呢 裹过小脚 踏着这双 三寸精灵 横跨两个时代 她在瑞士 阿尔卑斯山 滑雪 至少 比我姑姑 滑得好 这是姑姑说的 很了不起的 一个女人 光是这件事情 张爱玲 就非常清楚地 点出了 什么叫做 两个时代 她在旧时代 果果小脚 但是她 进入到了新时代 她跑到瑞士的 阿尔卑斯山 去学滑雪 去享受滑雪 而且 接下来 张爱玲 就要描述 她的母亲 她说 她是一个学校迷 我看矛盾的小说 红里 三个成年的女性 入学读书 就会想起 我的母亲 不过 在她 纯是梦想 与羡慕别人 还没有真正 能够进到学校 去念书 因为 前面那个时代 因为在一个 守旧的家庭里 后来 她曾经在欧洲 进过美术学校 太自由算慢 不算 1948年 她在马来亚 乔校 教过半年书 都很过瘾 因为她是一个 学校迷 妈妈呢 还画油画 跟徐悲鸿 蒋碧伟 常书鸿 都熟识认识 珍珠港事变之后 她从新加坡 逃难到印度 曾经做 尼赫鲁的 两个姐姐的秘书 1951年 在英国 又一度下场 做女工 去制皮包 连我姑姑 在大陆收到信 都有点不知 说什么好 只向我悄悄地笑着说 这要是在国内 还说是爱国 破除阶级意识 因为她原来出生 也是这种 大户人家 这个时候 跑去当女工 妈妈在信上说 想要学会 材质皮革 要干嘛呢 自己做 手袋销售 早在1936年 她绕到埃及 与东南亚 回国 就在马来亚 买了一扬铁箱 碧绿的蛇皮 预备做 皮包皮鞋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 她去了新加坡 丢下 这一箱的蛇皮 没有带走 所以赵爱玲说 我姑姑和我 经常拿到屋顶阳台上 去曝晒 防霉烂 视为苦事 虽然那一张张 狭长的胶叶 像芭蕉叶一般的 柔软的薄蛇皮 实在可爱 到了战后 母亲回国了之后 才又带走 张爱玲说 我小时候 她就自己学会 做洋才 也常常看到她 车衣 但是她做皮包 卖的计划 似乎并未成功 来信 就没再提起 这是接下来 张爱玲的感慨 当时不像 现在欧美各大都市 都有青年男女 沿街贩卖 自制的首饰等等 也有打进高价商店 与大百货公司的 后工业社会 才能够欣赏 独特的 新巧的手工业 她不幸 找了二三十年 这是她对她妈妈 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她妈妈是一个 新时代的女性 她其实到英国留学 有很多很多的 一生 有很多特别的经历 她的姑姑 也是在她妈妈的印象底下 变成了一个 新时代的女性 但是相对的 她的父亲 却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 她讲到她的父亲 她对她父亲的记录跟回忆 则是从祖母 一路这样说下来的 怎么说 就说这个祖母 老太太总是给三爷 三爷就是她的父亲 穿得花红柳绿的 满帮花的花鞋 那时候不信这些了 穿不出去 三爷走到二门上 偷偷地脱了鞋 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 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 都笑 又不敢笑 怕老太太知道了问 为什么呢 把她当女孩养 小时候把她当女孩养 因为相信用这种方法 可以让小孩 比较不容易夭折 那可是呢 她其实已经到了很大 妈妈还用这种方式 要她穿女孩子的鞋子 然后再下来呢 又是从祖父的这个角度来看 祖父教三爷 也就是教他的爸爸 最重要的就是背书啊 如果背不出书 打 罚贵 我父亲一辈子 绕世银额 背诵如流 滔滔不绝 一气到底 末了 托长江 唱三胎做节 沉默着走 每一两丈远 又开始背另一篇 听不出是古文实文 还是皱折 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 我听着觉得心酸 因为毫无用处 这是他对他父亲的评语 他爸爸 读了很多的书 背了非常的多的书 为什么要背书 因为准备要考科举 可是等到他背了 这么多的书之后 他养成了 他学会了背书的方式 那可能要挨了多少的打 可能要罚了多少的跪 可是呢 科举就废除了 他根本连去尝试 自己的这些本事 能不能考得上科举 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但他却一辈子 仍然留着这样的习惯 因此呢 这是毫无用处 这样的父亲 跟这样的母亲 张爱玲接着 在文章里面这样说 他说西艳 就是西方的言语 形容幻灭为 发现他的偶像 有黏土角 意思是说 发现神像 没有神 不是神 其实是一个土偶 我倒一直想着 偶像没有黏土角 就站不住了 我祖父母这些地方 只使我觉得可亲可怜 我没赶上 看见他们 所以跟他们的关系 只是属于彼此 一种沉默的 无条件的支持 看似无效 无用 却是我最需要的 他们只静静 躺在我的学艺里 等我死的时候 再死一次 然后最后 做了一个结语说 我爱他们 这是对照记里面 几乎是最感人的 一段文字 当然对照记里 不只写了 他爱 在他的学艺里面 这些他没遇见过的 他的祖父母 或者是 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 还写到了一个 特别的人 那是他的继母 等到他的母亲 从英国回来之后 就跟他的父亲离婚了 这是他的母亲 新时代的这一面 可是他的父亲 就像是仍然 留在旧时代一样 他又娶了一个继母 而张爱玲 他选的照片 以及他回忆继母的是 从旧衣服开始 他解释 他跟他姑姑合照的照片说 我穿着我继母的旧衣服 他过门前听说 我跟他身材相差不远 带了两箱子价钱衣 来给我穿 那这个继母 是什么样的家世呢 他的父亲孙宝奇 以遗老 在段祺瑞执政的时候 出任总理 所以呢 是遗老家庭 即在北洋政府 也算是官身不好的 不知怎样 后来呢 人就家境拮据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他有很多贪污的机会 别人也认为 他们做官一定会贪污 可是家里人没钱 总不见得又是因为家里人多吧 但的的确确 这个孙宝奇呢 西夏生了很多的小孩 有八男十六女 再加上 当然这可能是更重要的理由 七女都染上了阿芙蓉屁 就是鸦片 我继母是陆小曼 也就是徐志摩的情人 陆小曼的好友 两个人呢 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 这里的吞云吐雾 可不是抽烟 是抽鸦片烟 婚后呢 就跟她的丈夫 也就是张爱玲的爸爸 两个人呢 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 另外呢 就在鸦片床上 两个人一起抽鸦片 继母说 她的旗袍料子都很好 但有些领口都磨破了 只有两件蓝布大褂 是我自己的 在被称为贵族化的 教会女校上学 确实相当难堪 学校里一度 酝酿着要制定校服 有人赞成 认为民族 贫富界限 也有人反对 因为太整齐化一了 丧失个性 而且亲海的学生 要多出一笔校服费 议论纷纷 我始终不至于词 但心里非常渴望有校服 也许像别处的女生的白衬衫 丈亲十字交叉 背带裙 洋服中的经典作 张爱玲从很小的时候 她对于服装就有特别的敏感 所以这个时候她在想着 如果能够穿上那样的制服 有多好 更重要的就是 她就可以不要再穿 继母所留给她的 这种旧衣服了 她说 结果学校当局没通过 做罢了 1960年初夜 我到台湾 看见女学生 清一色的草黄制服 觉得比美国的女童军的 墨绿制服 要来的帅气 有女兵的英姿 后来在台湾报上 看到群情奋机 要求废除女生校服 不禁苦笑 她说 我这论调 有点像台湾报端 常见的 你们现在多么想服 我们从前吃番薯签等等 这种话 让年轻人 听了多么样的讨厌 不过 我那都是因为后母 正一 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 以至于一度呢 变成了 closest crazy 变成了衣服狂 对于她的后母 还有另外一段回忆 是联系到她的母亲的 她说 1936年 我母亲又回国一次 顺便安排 我下年中学毕业后 投考伦敦大学 就在上海 西洋青年会 考试两天 因为家里不肯供我 出国留学 得先瞒着 要到母亲那里住两天 不然无法接连 两天一早 出外复考 母亲从来没干涉过 我弟弟的教育 以为是他们家 一个独子 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 不料 竟然 真的他的弟弟 并没有到学校里去上学 只在家里面 请家教 教他读书 我听见我父亲跟继母 在烟铺上 对卧着说 连弄堂小学 都科捐杂碎的 买手工纸 都那么贵 意思是 这对父母 他们两个人 花了很多的钱 在抽鸦片 却舍不得出钱 给家中 唯一的一个男孩 这个独子 这个弟弟 去上学 我弟弟四书五经 读到了书经 就是上书 都背完了 才进学校 中学没念完 就出去找诗了 我考试前一天 跟我父亲说 姑姑叫我去住两天 姑姑这个时候 跟妈妈 一直都在一起 所以其实爸爸 应该是知道 他去他妈妈那里 那天刚巧 我后母不在家 明知我母亲 与姑姑同住 我父亲旧情未断 只柔声 应了一声 哦 躺着烧烟 也没抬起眼来 考完了个回去 我继母借口外数 没先问过她 挑售我父亲 打了一顿 进闭起来 我姑姑自从 打官司被出卖 就没上过门 这次上 这次登门劝解 又被烟枪 打伤眼睛 上医院缝了六层 这就是 我们之前 也跟大家介绍过 她被关起来 非常惊人的 一段经验 后来一部分的 这些体会跟经验 她就写在 长篇小说 《半生园》里 我终于逃出来 投奔我母亲 去后 我家里笑她 自搬砖头 刺压脚 带背上了重担 意味着 这个女儿呢 就必须依靠她 由妈妈来照顾 由妈妈来养 对照记 是对于张爱玲 了解张爱玲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一个文本 尤其是在1990年代 发表的时候 这是对于很多人心目中 非常神秘的张爱玲 最具体 可以探入到她的私生活 探入到她的真实的人生的 重要的资料 在那个时候 除了对照记 是张爱玲 自己写的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或者是了解张爱玲 就只能够 在传闻当中 同等神秘的 有一个文本 有一篇文章 那是湖南城的 她的自传 叫做 《今生今世》 里面有一张 是民国女子 这民国女子呢 讲的就是张爱玲 那这本书 《湖南城的今生今世》 它还是一本 非常奇怪的书 因为这本书呢 是从头到尾 用中文写的 可是呢 却先在日本出版 一直到后来 才有了原景 把它在台湾出版 可是原景版 台版出版的时候呢 却删去了 《今生今世》的 另外一张 那一张呢 叫做《鱼桥闲话》 湖南城的书 会在台湾出版 还有中间 非常曲折的过程 其中关键的一件事情是 湖南城 从日本 来到了台湾 被研聘到 当时的 中国文化学院 去教书 可他在 中国文化学院教书 没有多久 还是非常郑重其事 当时的一个 立法委员 胡秋元 就在立法院 正式的提出 书面的咨询 咨询什么呢 政府怎么能够让 湖南城 这样一个汉奸 跑到台湾来 在大学里面教书 败坏青年 湖南城 的的确确 在南京政府 汪精卫的政府当中 担任过宣传部长 等到大战结束了之后 他是被通缉有名的汉奸 然后后来呢 他就流亡 到了日本去 这个时候 多年之后 他到了台湾 但是汉奸的这个帽子呢 却依然跟随着他 因此他就不得不 被从中国文化学院当中 赶了出来 然而正就是因为 湖南城 到了台湾 所以当时 沈德恩 才会在远景 把他的两本书 在台湾出版 一本呢 是三合岁月 另外一本呢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今生今世》 而《今生今世》当中 《余桥闲话》的这一章 就是湖南城 回忆他在南京政府 我们称之为叫做伪政府的 他的那个工作 跟他的经历 所以借由湖南城 借由今生今世 所以有一些人 隐隐约约的知道了 在上海时期 原来张爱玲 嫁了一个汉奸 他曾经跟湖南城 有过婚姻的关系 这个张爱玲 不只是在战争的时候 在上海嫁给了湖南城 而且战后 他也一度被列名为 是汉奸文人 或者是汉奸作家 他发表作品的 一些报章跟杂志 也都被清楚的定性 是汉奸杂志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总以为 张爱玲 他的身世 他的背景 非常非常的神秘 当时看到了对照记 在读对照记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 应该说是 所有的人并不知道 其实早在1975年的时候 张爱玲曾经写过 另外一部重要的作品 他完成了18万次的一部 自传性的小说 叫做小团圆 这是他一生当中 最奇特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逼着我们 对于张爱玲 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刚刚讲到 我们大家心目当中的张爱玲 在这个之前 他是一个那么神秘的一个人 他是刻意的 不让人家探知 他的任何的私事 对于自己的隐私 极度的保护 所以我们才会在 他写出对照记的时候 感觉到如此的震惊 也如此的宝贵 原来他愿意把他的身世 包括他跟他母亲的关系 他母亲跟他父亲离婚 到后来他父亲 娶了继世继母 以及他母亲跟他的 跟他的姑姑 所有的这些背景 他愿意这样披露在对照记里 然而等我们读到了小团圆 这是1975年 比对照记几乎早了20年前 他就已经写完的一部作品 我们却发现 张爱玲真的不是这样的 首先对照记里面 有一些文字 根本应该说 对照记里绝大部分的文字 是直接从20年前 他所写的小团圆当中 抄出来的 比如说在小团圆里 有这样一段文字 小团圆的这个主角 他把命名叫做久利 就是Jolly 是英文名字 又翻回中文的 这个时候 就说大家在谈论 一本新出的历史小说 这个小说是写晚清人物的 叫做清夜路 可这个清夜路 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他后面这句话 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因为里面的女主角 叫做赛金花 赛金花就是 涅海花里面的女主角 所以清夜路就是涅海花 然后小团圆里继续说 久利看了清夜路 听见说里面有她嘱咐 看着许多影色的人民 有点揣揣然 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为了个传记丢官的 还是与小旦同性恋爱的呢 于是他就跑去问九龄 九龄呢 就是他弟弟 爷爷名字叫什么 是哪两个字 所以九龄呢 写给他看 他就说 不知道弟弟怎么知道的 爸爸从来不跟他们提起 他的父亲 也就是祖父 有的时候跟访客大谈我们老太爷 但是当然不提名道姓 楚地在这个小说里 这就是他的姑姑的名字 他的姑姑呢 也不提这些事 和Rachel一样认为不民主 所以小说里这个九龄 赶紧去翻来看 惊喜交集 看见了传奇话的故事 他的祖父的政敌 不念旧恶 在他倒霉的时候 用他做诗言 接着呢 又把女儿给了他 然后接着 他就跑去找 家里面的老女佣 就跟他说 你跟我讲奶奶的事 从奶奶的事呢 讲到了爷爷的事 这个寒妈 这个老女佣呢 就说 三小姐小时候穿男装 给二爷穿女装 十几岁了还穿花鞋 香滚好几道 都是没人穿了的 二爷出去 夹着个小包 一溜出去 还没到二门 在眼下 偷偷地把脚上的鞋 脱下来换一双 我们在楼上看见笑 然后呢 又说 二爷背书 老太太打 老太太倒说我心事 说老韩有耐心 这跟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 对照记忆的文字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从小团圆 我们还看 他又讲到 这个老女佣呢 他回忆奶奶 他说呢 奶奶跟爷爷呢 共同出了一本 对唱集 这是诗集 不过他说啊 集子里面唱和的诗啊 都是爷爷做的 奶奶只有一首集剧 他自己很喜欢 四十明朝过 尤为是网淫 戳陀慕容色 宣赫旧家神 想想真是 从前的时候 四十岁已经老了 奶奶死的时候 也不过四十九岁 然后她的姑姑 初笛还这样说 她说 她记得回忆 奶奶非常白 我就喜欢 她身上许多红质 那其实是小血管爆炸 有那么个小红点 我喜欢摸它 这一段文字 看了小端源这段文字 我们又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什么呢 因为就发现 在对照集里 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她讲说 我姑姑说 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 都是爷爷做的 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剧 是她自己做的 四十明朝过 尤为是网银 戳陀慕容色 宣和旧家神 那时奶奶双居已久 她四十七岁逝世 我姑姑说 我记得趴在奶奶身上 喜欢摸她身上的小红质 奶奶皮肤非常白 许多小红质 真好看 她声音一滴 是小血管爆裂 完全一样的文字 完全一样的文字 就让我们了解 所以小团圆 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小团圆是真正 张爱玲自己的回忆录 虽然她用的是 小说的形式写 但是呢 她写得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真实 比对照集 要详细真实的 多得多了 意味着我们回头想 她并没有要掩藏 她真实的人生 至少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 她曾经想要完整地揭露 她一生当中 她成长的过程 一直到她在沦陷起 在上海的这一段的人生 用这种方法 她把她人生的这些经历 甚至包括 她跟湖南城的关系 都写在小团圆里 在小团圆当中 她有多么样的坦率 有多么样的大胆呢 甚至在读小团圆的时候 会有一段非常奇怪的段落 插在其实前后 没有必然关系的 这个回忆当中 讲的是 她突然之间 把场景挪到了纽约 然后说 十几年后 久力在纽约 那天破例 下午洗澡 再等打胎的来 先洗个澡 正如有一些西方祖父 在女佣来上宫之前 先忙着打扫一番 急死人了 都已经四个月了 她在小说上看见说 三个月 已经不能打了 危险 好容易找得 这人倒居然肯 怀孕期间 乳房较饱满 在浴缸中 一躺下来 也还是平了下来 就像已经是个 苍白失血的女尸 在水中 宰成宰服 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她穿上黑套头背心 浅插褐色 鞋纹布 窄脚裤 Rudy只喜欢她穿长裤子 与相居的衣裙 这个Rudy呢 就是这个时候 她在美国的丈夫 已经扣不上 扭扣挪过了 但是Bibi 这是她的女友 另外一个女性的朋友 说看不出来 起初Rudy跟她说 生个小孩也好 但九丽笑着说 我不要 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不想要 又有钱 又有可靠的人带 她都不要 她在这里 把她自己 后来去到了美国 堕胎的这个经验 都写在小团圆里 这段小说里 完全可有可无 我们也就知道 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 她要把她人生当中 最深切的 最思我的 都写在小团圆里 那所以张爱玲 因此张爱玲 怎么会是一个 不想让人知道 她任何私事 这么神秘的一个人呢 只不过这中间 小团圆的这部作品 有许许多的的转折 这部作品 一直要到2009年 才公开发表 这个时候 离张爱玲去世 都已经有了十多年了 为什么有小团圆 这部作品 以及为什么这部作品 这么晚 张爱玲去世了十多年 才发表呢 作为张爱玲 文学遗产的知识人 宋一浪 她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交代的文章 交代文章 先从1992年2月25号 张爱玲写给宋一浪的父亲 宋琪 以及她的母亲 邝文美的一封信 信上有这么一段话 这已经是张爱玲在安排 自己可能离开人世之后 希望宋琪跟邝文美 帮她处理的 这是一个交代的文字 她说 还有钱剩下来的话 我想用在我的作品上 例如请高手议 要把它议成英文 没出版的出版 如有关林彪的一篇 英文的 虽然早已明日谎话 可是在这里呢 有一个挂虎 挂虎里面特别提了 小团圆小说 要销毁 她说这些 我没细想 过天再说了 就有这么样 一个小小的 一个挂号里面说 小团圆小说 要销毁 所以好像张爱玲 她后悔 她写了小团圆 她写了小团圆 但是呢 她希望 如果她去世了之后 在她去世之前 小团圆没有发表 如果她去世了之后 要宋奇跟矿文美 把这个手稿 就给销毁 她没有要发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宋一郎 后来违背了 张爱玲的遗致 她的遗言 把小团圆发表吗 不是 宋一郎翻出了 张爱玲在1975年 跟宋奇 还有矿文美 两个人的 来来回回的 其他的书信 帮我们还原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清楚的知道 在那一年 七月的时候 张爱玲 信里面说 这两个月 我一直忙着写 长篇小说 小团圆 我在小团圆里 讲到自己 也很不客气 这种地方 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 当然 也并不是 否定自己 接下来 又有另外一封信 她又说 小团圆因为 酝酿实在太久 写得非常快 这是九月的时候 已经写完了 小团圆 张爱玲 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她写了18万字 而且当时 她原来认为 这18万字 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她甚至认为 她可以 一气呵成 写完了就是写完了 腾操下来 可以不用修改 不过她后来 自己又补了一句话说 也许还有一些 应该要增添 或者是应该要修改的 然而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写这样一部 18万字 巨细迷遗的 回忆录呢 又有一个 清楚的刺激 在另外一封信里 张爱玲跟宋奇说 这个作品 最好能 港台同时连载 因为敢写 小团圆的动机之一 是朱信林来信说 她根据湖南城的话 动手写我的传记 我回了封短信 说我近年来 尽量depersonalize 读者对我的印象 希望她不要写 当然不会生效 但是这篇小图的内容 有一半以上 也都不相干 她讲得清清楚楚 第一件事情是 正就是因为 当时湖南城 住到了朱信林的家里去 很显然跟朱信林 说了很多 她对于张爱玲的 认识跟理解 所以本来长期以来 就是非常崇拜 张爱玲的朱信林 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她想要写 张爱玲传 这件事情 刺激了张爱玲 因为她不希望 朱信林依照 湖南城的说法 写出来的这个传记 跟她自己 所知道的 有很大的差距 她人都还活着 她干嘛要朱信林 来写她的传记 而朱信林 为什么会想要写 张爱玲传 也正就是我们之前 所说的 因为有过那样一种 汉奸的阴影 所以张爱玲 尽量压抑 不去表白 她自己的 personal life 所以她说 她尽量 depersonalize 她自己 可是她不是一个 真正不personal的一个人 在她的作品当中 本来就有一个 非常亲近 跟揭露自我的一种冲动 一听说朱信林 要来写她的传记 当然她的一个 直接作为一个写作者 她的想法就是 为什么要你来写 你不要写 我应该自己写 而且她也就清楚明白 如果由她自己来写了 朱信林写的 就不会产生 她不喜欢要有的 那种效果 甚至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阻止朱信林来写 那她阻止朱信林写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她不希望 她跟湖南城的这个关系 是用湖南城的片面 从湖南城的角度来记录 来看待 可是后来她又说 大半本都不相干 意思是什么 等到她真的落笔的时候 她就不只是写 她跟湖南城之间的关系 虽然她跟湖南城之间的关系 在这部作品当中 还是非常的重要 她就特别说 小团圆情节复杂 很有戏剧性 Food of Sharks 是非常dramatic的一部作品 是个爱情故事 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 里面对湖南城的正效 也没有像后来那样 所以跟湖南城之间的 这个爱情关系 仍然是这部小说的主轴 可是这部小说不止如此 就像刚刚跟大家提醒的 她甚至把后来 等到1950年代 她都已经去到了美国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都写在小说里 所以她把很多 其实跟湖南城 没有任何关系的 都写在这里 因为这样 所以小团圆她的价值就更高 这真的是 张爱玲大概是从 她念中学 香港沦陷 一直到抗战结束 1946年左右 这一段人生 非常详细的记录 那这样的记录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样的记录 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宋奇跟矿文美 他们两个人读了书稿 他们非常的不安 尤其特别考虑到的 写在宋奇的信里面 他说 从好的一面说 你现在是偶像 不得不给读者群众 好的一面看 从坏的一面说 你是个目标 说得不好听一点 简直成了众矢之地 台湾地小人多 作家们的嫉妒 拿不到你书的出版商 再加上唐文彪之类的人 大家都拿了显微镜 在等你的星座面试 以便在鸡蛋里着骨头 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纰漏 可以打得你 抬不起头来 对于你本身 多年已不再活跃 现在又忽然成为 大家注意力的中心 在文坛上 可说是少见的奇迹 也是你写作生涯中的转利点 所以要特别尊重 这是一本Thinly Veil 甚至Pattern的自转题小说 没有什么掩饰 清清楚楚 是张爱玲自己的自转 不要说我们 只要对你的作品较熟悉 或生平略有所闻的人 都会看得出来 而且中外读者 都是于律 非常nosy的人 喜欢将小说与真实 混为一谈 然后接着说 看到了湖南城的那一段 就让宋奇没办法忍受 因为他担心 湖南城又人在台湾 小船又一出 等于把肥猪送上门 湖南城就会借此机会 大出风头 写其制成一格的怪文 不断地说 久力就是爱玲 某些地方是真情实事 某些地方改头换面 其他地方与我的记忆 稍有出入等等 洋洋得意之情 想都想得出来 所以为了担心 湖南城的反应 宋奇跟邝文美 都不赞成张爱玲 发表小团圆 宋奇甚至写了 很长很长的信 建议她 可以用什么样方式 去改写她的小团圆 因为受到了 宋奇跟邝文美 对她来说 非常重要的好友 对她的这个 坚决的劝阻 因此张爱玲 打消了发表小团圆 可是宋伊朗 她又翻出张爱玲 给当时《皇冠》杂志的主编 陈硕华的信 这个信晚到1993年 1993年她已经73岁 也已经发表了对照记 她都曾经跟皇冠建议 想要把对照记 跟小团圆一起发表 一起出版 到1993年10月7日 她在信里面仍然说 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 不会再对读者食言 因为有这样的 张爱玲另外书信的支持 宋伊朗到了2009年 决定发表小团圆 这是一件对于阅读 理解张爱玲的人 以及她的作品 再关键 再重要不过的一个事件 今天我们可以读小团圆 而了解了张爱玲 虚许多多 生平重要的经历跟情感 下礼拜的节目当中 会再为大家更仔细 更深入的来介绍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